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寿命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根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 近十年以来 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从原来的74.8岁增长到了78.2岁 其实古来西的俗语也被打破 大街上7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处可见 然而 要说到怎么才能长寿 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朋友认为 经常运动就可以让人长寿 有的朋友认为 保持良好的心态就可以长寿 也有的人认为 定期体检就可以让人长寿 那到底多少岁才算长寿呢? 如何做到长寿呢? 为了让大家对长寿 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今天有书 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相关的知识 一、多少岁才算长寿呢? 客观来说 多少岁长寿 并没有固定的答案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群 都会有差异性 古语有云 七十古来西 从这个俗语中 我们就能看出 在古人的眼中 七十岁就算长寿了 到了现代社会 医疗水平大幅度提高 寿命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也不再稀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 活到九十岁及其以上者 才可认为是长寿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寿命达到了人均寿命 就可以算长寿 根据我国2019年 卫健委公布的信息 我国的人均寿命是77.3岁 对于国人来说 只要寿命达到 或者超过77.3岁 就可以认为是长寿 此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健康的长寿 才算是真正的长寿 举个例子 一个18岁的年轻人 可以在健康的状态下 存活到58岁 虽然58岁以后 他们也能活着 但是生命的质量 却大打折扣 从这个角度来看 即便活得很长 但是却没有生命质量 这充其量 只能算打折的长寿 实际上 当您了解了 长寿老人的生活以后 或许就不再执着于长寿了 不少长寿老人的 身体机能严重下降 可能听力不行了 也无法走路 甚至都不能说话 试想 一直生活在床上 那生活质量能高吗 很多时候 有质量地活着 才是最有意义的 综合以上 活到多少岁算长寿 在不同的时代 可能答案并不一样 在古代的时候 70岁就算长寿了 在现代社会 只要达到 或者超过人均寿命 又或者90岁及其以上 才算是长寿 二 是否长寿 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一 遗传因素 其实 对于人来说 生命的极限 主要取决于遗传 有些人 虽然生活习惯并不好 但是由于 他们拥有长寿基因 所以 也比一般人活得久 之前 有媒体报道 养生大师 梅墨生去世 中年59岁 于是 就有人怀疑 养生是否有意义 其实 养生并没有错 养生大师 梅墨生不长寿 可能是因为 他的基因决定的 如果他不注重养生 很有可能 会活不到59岁 二 对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 如果说到吸烟 喝酒有害健康 估计很多人 都会反驳这个观点 其实 吸烟有害健康 不是我说的 而是印在香烟盒子上的 即便这样 依然会有人 对此表示怀疑 试想 如果一个人 对健康的知识 比较了解 那这个人 就会很少 做损伤健康的事情 更不会主动 糟蹋自己的身体 与此同时 对健康知识 了解的比较多的人 他们的经济水平 相对来说 也不会低到哪里去 经济水平 就决定了 他们的生活条件好 这无疑是 长寿的加分项 三 和是否肥胖有关 就目前来说 肥胖者的人数 是比较多的 肥胖本身就是 多种疾病的高危因素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关心病 脑梗死等 试想 如果一个人 得了某种慢性病 那这个的寿命 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 得了脑梗死 并且因此 长期卧床不起 这样的话 就很难长寿 四 和心态有关 俗语说 笑一笑 十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这句话 写出了心态 对人的重要性 有人对长寿者 做过调查 结果发现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 都有比较好的心态 在遇到一些事情时 他们总能以 比较好的心态面对 在大家的意识里 想要身体健康 就要运动 想要身体干净 就要多喝水 我国前几年 也大力提倡全民运动 中国的膳食指南 也建议国民 每天喝水一样 要达到量 但老年人的身体 较为虚弱 是不是要特殊对待 三 那老年人 想要长寿 多运动 多喝水 是好事吗 浙江省利同德医院 肾内科员主任 徐在春教授 表示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锻炼的意识 老了之后 就会拼命锻炼 这样很容易 就会把身体搞垮了 但也并不是 六十岁后 就不能运动 而是不能过于拼命 要远离高强度的运动 建议适量而行 可以打打太极 慢跑 散步 八段紧等运动 是有利于身体健康长寿的 现在是冬天 因为血液循环慢 关节僵硬 肌肉力量流失 更不要盲目地过度运动 反而不利于养生 只要运动 要身体微微出汗就可 老年人多活动身体 对延缓衰老 控制体重 缓解颈椎 预防骨质疏松等 确实是有积极作用的 美国有研究表明 老年人多喝水的话 让老人的思维更敏捷 尤其是在运动前 中 后这三个时间段 一定要多喝水 另外 国外 也有众多研究证明 多喝水的人 比不喜欢喝水的人 身体更健康 多喝水 可以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 有利于精力和免疫力的提高 促进消化 预防便秘 防止血液粘稠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有利于健康长寿 虽然老人喝水好 大胆要是喝过多也不行 不要超过2000毫升为好 由此可知 60岁后多运动多喝水 只要不是很过分的话 确实是有利于身体健康长寿的 但光是靠这两件事 就想长寿的话 也是白想 四 过了60岁 想要健康长寿 牢记六个长寿准则 比喝水和运动更管用 研究表明 寿命只有10%由基因决定 剩下的90%取决于 我们每天的选择 而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就是我们吃什么 食物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 还能影响我们的身体 心情和幸福感 所以 让我们来看看长寿的老人是怎么吃的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智慧 比一句 早餐要吃好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 它能给你提供充足的能量 让你整天都精神饱满 蓝区人都很重视早餐 他们会吃得丰盛 而营养均衡 比如 在希腊伊卡里亚岛 人们会吃面包和一碗热气腾腾的豆子 在日本冲绳 人们会喝味葱汤和一些海藻 在意大利撒丁岛 人们会吃全麦面包和洋奶酪 他们不会只吃穀物和蛋类 也不会吃精致的淀粉类食物 或加了糖的食物 他们会选择那些富含蛋白质 复合式碳水化合物和植物脂肪的食物 这些食物能让他们保持饱腹感 也能预防疾病 第二句 在家烹饪 在家做饭可以把控食材 你可以选择那些最新鲜 品质最好的原料 在家做饭是一种运动 你需要站着 走来走去 搅拌 揉 切 举等等 这些动作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但其实都能帮助你消耗热量 增强肌肉力量 在家做饭也是一种乐趣 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尝试不同的食谱 或者和家人一起分享烹饪的过程 第三句 食得八分饱 我们的胃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大 如果吃得太多 就会压迫到其他器官 就会压迫到其他器官 影响身体的功能 而且 我们的大脑需要二十分钟 才能感知到饱腹感 所以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就吃过量了 可以尝试在进餐前念一句话 食得八分饱 提醒自己 不要贪嘴 意思是 要在吃到八成饱的时候 就停下来 这样既能保证身体的营养需求 又能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 第四句 短时间进食 偶尔试试什么也不吃是有好处的 进食并不意味着要长时间的 什么也不吃 只要每二十四小时来一次短暂的进食 就能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 比如 你可以规定 自己每天只有八个小时可以吃东西 剩下的十六个小时就什么也不吃 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有时间消化和排毒 也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压 甚至还可以帮助你减肥和戒掉对某些食物的依赖 当然 在进食之前 你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看看你是否适合这样做 第五句 多与朋友和家人共享佳肴 吃饭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交流感情 增进友谊 可以把吃饭变成一种社交活动 他们会经常和家人 朋友 邻居一起分享美食 聊天 笑声不断 这样不仅能让他们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 还能让他们吃得更慢更细致 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食物的营养 还有就是不要站着或走着吃饭 也不要开车或看电视的时候吃饭 这些都会让你分散注意力 吃得过快过多 快吃会导致多食 而且研究显示 吃得快会让变胖的概率增加 第六句 永不放弃吃饭的乐趣 吃饭不是一种义务 而是一种享受 我们不应该为了减肥或健康 而牺牲了味蕾的快乐 偶尔放纵一下自己 吃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每年要吃一千一百多顿饭 如果每周有几顿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在偶尔的放纵之后 人体是有能力自我调节的 诀窍就在于找到享受生活 与规范生活之间的平衡 五 三个为养生知识 不要轻易信 一 早上空腹 喝盐水能排毒 有一些老年朋友 早上起床之后 会先喝一杯淡盐水 觉得淡 盐水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效果 其实这种做法 反而会给身体健康 埋下隐患 因为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 很容易出现三高的问题 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 水分基本消耗 身体当中本来就已经缺水 血液的浓度非常高 如果喝淡盐水的话 不仅不能补充水分 反而会导致身体更加缺水 血压骤然升高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其实最应该是早上起床之后 喝一杯温开水 这样可以及时补充水分 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提高食欲 水温最好接近于体温 大家不要喝淡盐水或蜂蜜水 是没有任何养生意义的 二 多吃醋软化血管 现在很多老年朋友经常喝醋 也会吃一些醋泡的食品 比如醋泡姜 醋泡黑豆 很多人认为 多吃点醋 能够达到软化血管的效果 可以让血管更加有弹性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其实醋酸并没有软化血管的功效 反而吃多了更容易伤害消化到 比如胃黏膜 食管黏膜等 久而久之 就会给身体带来微 大家一定要注意 醋只是一种调味品 不要将其神化 三 拉筋治百病 如今有很多老年朋友 开始爱上拉筋 适当拉筋的确对身体健康 有促进作用 而且瑜伽的体势当中 就有很多拉筋的活动 拉筋对于软骨损伤 慢性疼痛都能起到缓解作用 不过普通的拉筋 并不能起到治百病的效果 拉筋一定要循序渐进 不能超出正常的范围 不要妄图一口吃成胖子 否则很容易导致筋骨拉伤 导致得不偿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